他什么时候能够从密勒内院下层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呢 佛教的时间分成几节 你看一节等于多少年 我不说了大家看吧 好长时间 那密勒菩萨是多少节能够到人间来呢 我们看一下 他是56亿万年以后 56亿万年以后 他才从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密勒内院 才从那个密勒内院下层到我们这个南詹姆州 成为什么未来佛 所以说我们知道未来佛一般都指的是谁呀 指的是密勒菩萨 密勒菩萨他就是什么未来佛 他未来会成我现在的佛是谁呀 释迦牟尼佛 未来佛是谁呀 未来佛就是所说的密勒菩萨 他准备好当佛了 他是未来佛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未来佛是谁呀 是密勒菩萨 那他现在是谁呀 现在是未来佛就是密勒菩萨成佛之后 藏语中叫强霸佛就是未来佛 我们看永和宫有个十一米高的白滩香木刻的这个密勒菩 大家去过永和宫的看过那个佛像 那个就是未来佛密勒菩 那他现在是密勒菩萨在多岁天 他是56亿万年以后才到我们这个世界成佛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 所以有些人说他是密勒菩萨的转世 等等这都是骗人的 这都是骗人的 那个经典中说的很清楚 是在56亿万年以后才是 但是人是这样 苦难中的人希望有个救世主 希望人那是头脑就晕了 如果这个救世主给他有很多许诺 他就相信这个人是密勒菩萨密勒佛了 那就是那种被拯救的这种心态 就会容易陷入这种迷信中 佛其实说的很清楚了 那是遥远的事情 非常遥远的事情